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志 多巴 婆 罗 心 吉 罗 为了调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现在我们先讲 《八成殊胜论典入菩萨心论》当中 讲《不放逸品》 《不放逸品》当中 昨天已经讲了 舍弃菩提心的过患 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首先第一个问题 又是分三个问题 其中前面的两个问题 已经讲完了 也就是说第三个 叫做《遣除正论》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有人舍觉心 缺斑解脱过 彼也不可舍 只为一切之 那么这个颂词 说明什么样的内容呢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所谓的菩提心 千万千万不能舍弃 如果舍弃菩提心 这个人必定会 堕入三恶趣当中 所以任何一个修行人来讲 你受持了这个菩提心以后 永远也是不能放弃 一定要坚持菩提心 就这样的教言 那么这样的时候 对方有些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虽然你们说 菩提心是不能舍弃 舍弃的话 一定会堕入恶趣的 但这个问题也不一定的 因为从佛教的历史上看来 有个别的尊者 虽然舍弃过菩提心 但是他们并没有堕入恶趣 而且获得解脱 所以这种道理不成立的 也就是说 以这样的说法 跟事实上有一些相违背 对方这样讲的 那么对方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有关一些经典和论典当中 的确也有一些公案当中 有一些舍弃菩提心的人 没有堕入恶趣的现象是有的 比如说 龙猛菩萨的《大智度论》当中 也宣讲了舍弃子的 舍菩提心的一些经历 舍弃子首先是在六十个大街当中 行持大乘菩萨行 后来在修持过程当中 有此有一个人 非常可怜的乞丐 他来索要舍弃子的一只眼睛 当时他也是发了大乘的菩提心 然后心甘情愿 将自己的一只眼睛挖出来 然后准备给他 给他的时候 当他落到他的手里的时候 他不但不高兴 而且非常不满意的态度 后来他说你这样的眼珠 特别地脏 肮脏不堪 那么他一边这样说 一边扔在地上 用脚踩破了 这个时候舍弃子他想到 如果他自己都不需要 没有用得上 我挖出眼睛那么地痛苦 他为什么这样啊 后来他想 哎 众生的心无法满足的 我怎么样埋怨也是没办法的 然后我自己的眼睛都挖出来 给给他 最后他还不高兴 反而以这种态度 他心悔一念 非常伤心 从而退失了菩提心 这是一个公案 还有一种说法 有点不相同的 还有一个经典当中 释迦牟尼佛的大师大弟子之一 舍利者 他以前当月光国王的时候 这是我们世尊广传当中 也是月光国王的历史比较多 那么当他月光国王的时候 有一次有一个人 魔王波勋 画着婆罗门的形象 来到舍利者面前 月光国王面前 然后索要他的右手 说要他的右手 当时舍利者也是 布施自己右手 用左手来砍掉 砍掉以后 当然右手已经砍完了 然后以左手来送给他 左手来送给他的时候 按照传统的话 用左手来送东西 是不太礼貌 不太恭敬的一种行为 当时魔王波勋 画来的婆罗门 非常地不高兴 他说 你为什么是这样 以不恭敬的态度 来给我东西 之后 月光国王当时也心里想到 我现在右手已经砍完了 没有了 那么我用左手来给 不得不给 确实众生的行事 没办法满足 后来退失信心 有这样的说法 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大家都知道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 舍利者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 所以从他的经历来看 虽然设起了菩提心 但是并没有堕入善恶趣 地狱恶鬼旁证当中没有恶趣 反而获得了解脱的果位 这是一个公案 之后也有一些《金色国王传》 以前华智仁波切所宣讲的 《入菩萨行论》 有堪布耕花记录的有些窍诀 这些里面说 有以前《金色国王传》 《金色国王传》记载这么一个 有一个人 他舍弃了菩提心 但后来不但没有堕落 而且获得了独却的果位 等等有如是的这些公案 之后获得了解脱 这里对方找到了一些理由 你看有这么多的公案当中 不管是舍利者也好 其他的尊者 舍弃了菩提心以后 还获得了解脱 那么你们前面说是 舍弃愿菩提心的人 必定会堕入 这两个难道不香味吗 如果这两个不香味 那我们世间上 哪里找到一个香味的东西呢 对方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个时候寂天论师站在我们 大乘菩萨乘的观点来宣说 对他怎么样回答呢 他说这个毕业不可思议 这种业力不可思议 那么唯一的佛陀才能完全了知 我们一般的凡夫人 一般的世间人 甚至阿罗汉和得地的菩萨 对细微甚深的 因果方面的道理 不太明白 那么关于解释这部道理的时候 众多论师们的说法 也有点不相同的 比如说《普明论》和《世论》当中 虽然前面有人 舍弃了菩提心 后来获得解脱 但这是因为凡夫人 是不可莫测的 是佛陀 唯一的佛陀 才能了知的一种心境 这样 普明论师在他的《世论》当中 也这样宣说的 然后《入菩萨行论》的 广世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虽然舍弃了菩提心 但是他当时没有舍弃解脱心 解脱心有些论师 认为是出离心 所以当时他没有堕落 有些论师也这样认为的 像善天论师 他说 虽然舍弃了方便的菩提心 但后来他再三地受持以后 所以没有破菩萨戒 也有这种说法 然后波波达论师 他认为 所谓的世俗菩提心 当时已经舍弃了 但是他没有舍弃 深意菩提心 也就是说 无我的空性智慧 没有舍弃的原因 他没有堕落 这样讲的 然后我们《山朔海》当中 无珠菩萨也是对波波达论师的观点 非常赞同 他认为也是非常的合理 然而我们对 甚深的因果道理 我们一般凡夫人 最好没有必要迷失苦想 我们这样信心思维 实际上也是根本找不到 最究竟的答案 这样讲的 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 回答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 一方面当然刚才有些论师 所讲的一样 这些深深的因果方面 包括这么了不起的这些论师 他们也是觉得 这是非常深奥的 这个问题很难以回答 我们这样的人 完全能明白 也是很难说的 但是我们在闻思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样 虽然舍弃菩提心 但最后为什么获得解脱 这些道理 我们也是不得不判断 以前上师如意宝宣讲 这部论典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了 虽然各大论师们的 这种说法是各种不同的 但他认为 只不过是这些论师 也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已 真正业和因果的 这种思维 细微的道理 那是谁也没办法了知的 唯一的佛陀辩知才能通效 所以我想 我们在座的人也应该知道 包括一些《百业经》 一些经典当中也经常说 真正到了非常甚深的业和果之间 业和果之间的因果问题 那么有些大成就者的菩萨 阿罗汉没办法 最后完全是以佛陀的智慧来 能抉择 所以《入行论广释》当中 也引用了一些教证 比如说佛陀在佛经里面说 我能照见像地下藏有黄金那样 众生相续当中 具有解脱的种子 引用了这个教证 进行巡述 萨迦派的有一位大德 他《入菩萨行论》的光示当中 也引用了 平时我们引用的 比如说 空缺的羽毛上的各种颜色 他的因缘 唯一佛陀的智慧才能了知 等等以这些佛经当中的因缘来 进行叙述佛陀不可思议的智慧 尤其是前世到这样的 甚深因果法力的时候 我们一般凡夫人的依次 凡夫人的分别念进行观察 这也是没办法 能获得了真正的意义 所以为什么说 约承论师在《入宗论》当中 也是说 业者色为主业果吧 意思就是说佛陀也已经遮止了 色为一切业果的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凡夫人 如果你进行思维业因果 凡夫的分别念 毕竟是有限的 他根本没办法通辞 业因果的深傲意义 因此一般来讲 我们对最甚深 最细微的意义 牵涉到这些业因果的时候 我们依靠第三个脚量 也就是说第三者的脚量作为正量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没有这样 那我们分别 凡夫的讯事来进行观察 始终也是没办法 了知它的究竟的甚深意义 因此在《宝积经》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自己遇到了 无法了知的对境的时候 应该了知 佛的一切种子是唯一的正量 应该了知佛的一切种子 才能了知它的真理 就是了知它的真理 因此我们根据有关大乘经典 大乘论典的教义 来进行判断的时候 最后应该知道 所谓的舍菩提心 也有解脱的情况 但是这个非常 甚深的一种因果的奥妙 当然有些论师他们认为 虽然从显现上舍起了菩提心 实际上没有舍起菩提心等等 这种说法也有 那么有些论师 像布敦大师 有些论师这种观点 也是不太承认的 藏地的有些论师 也有这样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论师的观点说 有些道友 有些人以前对经论方面 没有特别的闻思过的人 有时候不一定非常明白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闻思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些分析 做一些思考 做一些判断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样 每天都是按照传统来 念一下 讲一下 这样没有必要 因此我们对 《入菩萨心能学习》的过程当中 大家再三地强调 千万不能舍起菩提心 那么我们当然像舍利子那样的 这种把握恐怕是没有的 舍利子真是在佛陀的脚下 也是他变成了这样的阿罗汉 那他的这种因缘 他的这种根机的确也是不可思议的 然后我们认为 舍利子已经设计过菩提心 我也舍起菩提心 是无所谓的 那么自己与舍利子相提并论 我觉得恐怕是不合理的了 因此自己平时应该发殊胜的愿 我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不舍起菩提心 如果我没有舍起菩提心 我有成就的希望 应该这样来发愿 这是我们所讲到的一个道理 接下来应该先讲 失毁利他 如果我们失去了菩提心 那么失毁了利他的行为 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意思就是说 舍起菩提心 在所有菩萨的多罪当中 无论是十八种罪也好 或者四种根本罪 在这些多罪当中 任何一个罪也是不能逼他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 自斩毁弹 吝啬心 不给众生发誓 财誓等等 这些多罪 虽然相对而言 是比较严重的 但是舍起菩提心的果报 和舍起菩提心的罪业 特别地可怕 极为严重 因此舍起菩提心 这是所有的多罪当中 是最为严重的 为什么它是最严重呢 如果我们舍起了菩提心以后 当你产生了 我从此以后 再也不饶益众生 我再也不学习大乘佛法 这样的恶念 这样的恶分别念 当你的相续当中 生起来的时候 当你生起来的时候 从此以后 直接或者间接 饶益有情的行为 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所以说 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 第一个一定要明白 你要失去菩提心 严重的后果 如果你触犯了这种罪业 那自己有没有解脱的希望呢 根本是没有的 所以包括大乘有些 般若舍诵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在千百的举子劫当中 行持十种善法 如果这种人最后对发了 小乘阿罗汉的心 圆决的心 那么这种罪业 远远超过小乘界里面破 四种或者八种根本罪 我们在小乘当中 如果破了比丘萨弥的四大根本罪 那这个必定会堕入地狱的 没有任何怀疑的 那么有些人入了大乘 最后舍弃菩提心的话 那这种罪过 远远地超过 那这种舍弃菩提心 永远也不离众生 也可能不是这样 我要发小乘的心 我现在我们这里有些人 可能会不会有这样 我比较担心的 因为现在学大乘的佛法 自己也比较愚痴 如果有智慧的话 一般来讲是不会退的 为什么呢 因为知道菩提心 就像如意宝一样 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的珍贵 这样珍贵的东西 有智慧的人 有见识的人 不会舍弃的 但是没有智慧的人 骷髅寡闻的人 或者业力深重的人 到了一定的时候 凭持自己的感想 凭持自己的分别人 认为我现在 不想学习大乘佛法了 我把大乘佛法全部舍弃 我从此之后 我要进入小乘了 我就做一点小乘的一些慈善事业 就可以了等等 如果你发了这样的心 那么比犯了根本戒还严重 有些诗论当中 是这样讲的 虽然小乘当中 犯了根本戒 但是没有舍弃菩提心的话 照样饶益众生 做无量功德的事业 所以我们 时时的事业 应该提醒自己 千万在有行资粮当中 不能放弃菩提心 佛陀的《三巧方便经》当中 也已经讲了 所有的堕罪当中 舍弃愿菩提心的罪业最严重 因此我们舍菩提心 大家一定要注意 舍菩提心 是什么样的舍菩提心呢 我前面也是一而再 再而三地说过 总而言之 我们以后在修学的道路上 遇到什么样的违缘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最根本的问题 就不能舍弃菩提心了 即使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或者你的身体财产 以及你的地位 名声等等 受到了无法抗拒的这种灾难 或者一些违缘的时候 你应该内心当中明白 我以前受过菩萨戒 不管是怎么样 我短暂的人生当中 我这个菩提心 永远也是不能舍弃的 这一点我们现在人在闻思的时候 始终都有这样的心 比如说你白天天天地这样想 晚上做梦的时候 也不是菩提心的这种意念 应该会出现的 然后我们现在身体比较没有病 没有什么困难的时候 经常这样想 当你真正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 你会想起你原来的 这种承诺和誓言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对每一个人来讲 真的像这种法报和这种境界 对每一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可是现在末法时代的 有些人重要的修学 跟不重要的修学 分不清楚的 包括我们学《入菩萨行论》的 有些道友 我经常一直听到 走外面 算是我们在寂静地方的 有些修行人 我觉得比较而言算是可以的 但外面的有些居士 有些人虽然报名 我也学习《入菩萨行论》等等 说得很好听 但实际上整天都是搞接待 今天接待这个上师 然后这个上师来了以后 暂时陪着他做几天 然后这个上师做完了以后 休息两天 然后他没有一个上师 陪着他实在是坐不住的 然后打电话 又要请一个上师 然后这个上师来完了以后 所以我们现在学了 很长时间了 这个时间当中 我估计有个别的 极少数的这些人 专门是搞接待工作的 所以我想他们的相续当中 至高无上的菩提心 恐怕能不能生起来 当然是这些上师们的加持 他们的力量都是不可思议的 也许不用像我们这样 一步一步地去学 光是从他的看识 从他的知识 这样就马上相续当中 不受菩提心了 已经大圆满最高的证悟 妨然大悟 也可能会有这样的 不管怎么样 我有时候也是这样想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很有可能 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违缘 在那个时候 看看自己能不能面对 最好提前都是有一些准备 每一个人在后半生当中 唯一的希望 就不要舍弃菩提心 我想我们身体放起来 也无所谓的 然后自己的生命也好 财产也好 这些都没有也无所谓的 因为世间当中的身水无常 今天富裕的人 明天变成贫穷 贫寒 这是正常显现 这是没有什么的 但是你上半生是大乘修学人 相续当中确实接受过菩提心 下半生的时候变成一些小乘性人 或者说变成一些外道人 或者说什么宗教的信仰 没有的这种可怜人 这就是世间上师有 所以我想我们这里有些人出家也好 他的学佛 并不是懂道理而来的 我昨天所讲的那样 有些西方人 他一般来讲 不容易进来 如果让一个人进来 相当困难的 一旦他进来了以后 很不容易退下去 可是我们当前的有些人 并非是这样的 他进来也是非常容易的 啊 说是大乘菩提心 非常殊胜 啊 真的殊胜啊 那我就上来了 我马上要受菩萨家 我马上要跪 我马上要关地 他特别的着急 特别开心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在修行当中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遇到一些违缘 这个没有什么 我就放弃了 所谓的我们的受劫 受这些菩萨劫等等 这些并不是凭你的想象 随便做这样的 应该受着因果的支配 所以你做了这样 当然有非常大的功德 但是你违违了这个界限 也有非常可怕的果报 所以这一点 你不管是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来自你的身体和感受上 一定会有成熟的 有成熟 所以大家应该舍弃菩提心的 这种严重何果 应该搞明白 那么这个颂词 下面用通过教证和通过理证 宣说它的合理性 我们在这里说是 如果损害众生 舍弃菩提心 这个果报是非常大的 损失着利益 那损失利益 利他的心的果报 为什么大呢 下面我们通过两个方面 来进行阐述 这个颂词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说是长期损害众生 哪怕是非常短暂的 不是一天两天 一瞬间 一刹那间当中 如果我们障碍了 其他人 其他高僧大德 其他的一些出家人 在家人 帮助众生 发菩提心 利益众生 做一些善事的功德 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 从中着根 或者制造违缘 制造违缘 让这些利益众生的行为 遭到了障碍 遭到了一些损害 如果这样 因为利益众生的事业 确确实实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因此你制造违缘的人 或者制造破坏的人 他在来世当中 他的下场唯一的是什么呢 就是无有净土的恶趣当中 受苦 受煎熬 那么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来 好像不是特别的严重 但实际上确实也是很严重 为什么如果制造违缘 有这么大的过失呢 这个大家也是应该清楚 我们现在生长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我们帮助一个众生 他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 佛经当中也是说了 如果我们帮助一个众生 那他的功德 也是无法计数的 以前在拉罗扎拉 叫做金刚城 他的传记当中有这么一段 他有一次住在寂静的地方 然后自己想安住在 如如不动的禅地里面 愿意精修 那个时候本尊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说 你千百万劫当中 安住寂静的灭顶 不如你下去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 种下解脱众子的功德大 他是受了这样本尊的受戒 之后从此以后 他就拥有各方 度化众生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时候我们坐在寂静的地方 自己禅地 自己修几十年来 认为功德是相当大 当然功德也大 修行的功德 我们以前也是讲过 哪怕是一刹那地 安住的功德也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我们度化众生 度化众生的话 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 解脱的种子的功德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这是从正面来讲的 从反面来讲 如果一个人正在度化众生 正在利益众生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但不随习他 反而以自己的嫉妒心 以自己的嗔恨心来 就进行对他制造违缘 制造违缘的话 那么这个过失 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在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一个人整个 抢了南赞部族的 所有众生的财产 然后杀害了所有的众生 那么这个过失 当然是非常非常大的 如果另一个人 他阻碍什么呢 不失众生 那么哪怕是最小的 也就是说 对旁生给一团食物的 这种功德作障碍 那么这两个过失 是哪一个大呢 后者的过失 是完全超越前者的无数倍 所以我们从佛经来 也可以了知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好 或者弘法力生的过程当中 千万不能制造违缘 别人做一些讲经说法 或者放生 建立道场 在这个时候 我们根本不知道 别人是有菩提心的人 还是没有菩提心 很难说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制造违缘 如果通过我们的嫉妒心 对别人制造违缘 那他的心利益 利益众生的发行 遭到了破坏 那么以这个果报 自己在无数界当中 地狱里面 不能获得解脱的 所以我有时候 也是经常看到 比如说 一个大盗在那里弘扬 然后其他的一群居士 一群佛教徒 好像有各种嫉妒心 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合 甚至把他搞到一些法庭 专门去告状 最后上面政府 也是控制他的一些慈善行为 有些办佛学院 有些做一些慈善事业的时候 那么中间许许多多的人 对他进行制造违缘 所以如果你制造违缘的对境 是个发了菩提心的人 那么你所做的事情 果报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以前上师如意宝 也是这样讲过 我们凡夫人根本不知道 哪些是凡夫人 那些是真正的菩萨 所以我们看到的 所有的众生 应该观清净心来对待 自己行持善法 劝别人精进地行持善法 但是千万千万不能对别人的弘法事业 造成违缘和障碍 尤其是以嫉妒心和嗔恨心 千万不能制造一些障碍 这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大家要无比记住的一件重要的事 所以我们平时 当然自己有弘法利生的能力是非常好的 如果自己实在是 没有弘法利生的能力 最好自己心里也是发愿 我从此以后 尽量地给别人不造违缘 因为别人正在弘法利生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这样 我去放生的话 你不要去放生 放什么生啊 放生有什么用啊 你不如把钱做什么什么 有时候很多人的这种话 也非常的可怕 因为业和因果极其的细微 我们虽然一瞬间的语言 但也许你的一瞬间的语言 已经成了你在地狱当中 乃至生生世世 或者无数界受苦的一种因 很有可能变成这样的 所以我们平时说话也好 对别人说话的过程当中 千万不能制造违缘 当然我自己实在是 没有知道的情况下 这样有时候可能也犯错 我的现象是有的 但是这个自己也没有办法的 平时自己呢 我们为什么现在是要讲不放逸呢 平时自己应该小心翼 不管是自己的说话也好 言行举止 做什么事情 哎 我会不会违约因果的标准显了 如果违约的话 对我来世 尽时都不利的 不仅是对我不利 对整个众生和 弘扬佛法都不利 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比如说无咒菩萨的论师和一些 广师当中的说法 刚才的教证用在后面 但是有大多数的一些论师 认为前面的颂词者以教证来说明 舍弃菩提心的过失严重 以他的合理性 就说明他的合理性 也有这样的解释方法 下面应该用理证来说明 舍弃菩提心的 这种严重固化的合理性 他这里就是说 为什么损害一个有情啊 或者说我们制造别人 弘法利生制造障碍 有如是大的罪过 堕入恶趣 而且在恶趣当中 也是无数受苦 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平时我们损害一个有情的快乐 暂时和究竟的快乐 那么这个人的果报 非常严重的 比如说我们杀害一个众生 包括《正法念珠经》 等等里面所讲的 一个半戒当中 地狱里面受苦 或者说我们要赔上 五百次的生命等等 也宣讲了很多的抱怨 这样我们对损害一个众生的生命 或者损害一个众生的快乐 感受如是痛苦的话 那么更何况说 我们如果破坏了 乃至虚空界利益 无边众生安乐的 唯一根本因的菩提心 我们损害了菩提心的因 那它的果报是更严重 这一点是不用言语了 不用说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比如说别人发了菩提心 其实它的菩提心 是一切众生的安乐的源泉 如果我们对它进行制造违缘 你这样发菩提心是没有意义 你这样帮助众生是没有利益 以前都有一个人这样讲的 哎 你们天天这样放生了 没有意义 人民币全部都是放到河里面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它的一种解释方法 别人有没有智慧的人来看 哎 对对对 他说得对啊 这毕竟是众生 那么他们再过一段时间 也会是的 不如把钱做佛像等等 有些这样说的 但实际上真正帮助众生 真正众生获得救护 就是菩提心的一种标准 那么菩提心已经损害 那么对我来讲 比如说我是一个制造违缘者 永生永世也是在轮回当中 不能获得解脱的 所以平时我们在《别解脱戒》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吧 比如说一个人出家 别人不让他出家 对他制造违缘 那这个过失是相当大的 这是我们以前 也是讲过这个道理 同样的道理 一个人准备发菩提心 我们不让他发菩提心 那这个果报是无法演说的 或者一个人准备帮助 一些可怜的众生的时候 我们劝他不要帮助 没有必要 比如说一个人准备给乞丐 给一点东西 那个旁边的人说 不要给不要给 那些讨厌的狠 给什么呀 你不要给 出出出出 去去去去 这样把乞丐连出去 实际上这也是 别人的这种菩提心 还是不太赞叹 自己实际上没有能力 也不应该对别人制造违缘 应该这样 所以刚才合理心 也已经这样讲的 下面说 障碍解脱 宣讲这个道理 他意思就是说 有些人可能有这样的疑问 虽然菩萨戒跟小乘戒 不相同的 那么菩萨戒 如果犯了根本戒以后 可以再次说 又犯了以后 又可以再次说 这样比较方便 比较开放 所以我们犯了菩萨戒 都是不要紧 马上忏悔 又再次说 再次说 那这样也不是 特别麻烦的事情 有些可能有这种想法 但这种想法是不好听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犯了菩萨戒 你的相续当中 有一个严重的罪恶来染污者了 然后你在受持菩萨戒的时候 你的相续当中也有 受菩萨戒善法的功德 所以功德的力量 跟罪恶的力量相扎着 也就是说 互相辗转 互相起作用 当你的功德增上的时候 让你转生到善去里面获得快乐 当你的罪过力量强大以后 让你在恶趣当中感受痛苦 就像是两个人力气都是相等的 然后一个人往前面来 一个人往后面来 那这样的话 这两个人始终得不到 自己的目标地 同样的道理 你的罪恶一直向下 你牵引到向下去 而这个善根功德让你牵到上去 这样以后始终得不到 你自己所想到的解脱果位 这样一来 别说是佛陀的果位 得地 得地的话 也要拖延很长时间了 他这里蹉跎的话 实际上蹉跎好像也有一种浪费 或者有一种无意义当中消失 也有这个意思 但一般他这里的真正的原因 要耽误很长时间了 你获得第一地菩萨的果位 要耽误很长时间 更何况说是佛陀的 所以有些诸师里面说是 获得第一地菩萨 要耽误很长时间 这是颂词的直接意义 然后间接说明了 得佛果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们有些人 平时也这样讲的 没有事 我现在犯了这个劫 我再次说 然后我今天 大家明天在上师那里忏悔 这个做坏事和做好事 就开始论犯交替 这样做的话 凡事没有什么大的事情 如果你做坏事 又做好事 又做坏事 可能你在你住的学院 或者你住的环境当中 别人对你的看法也不好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轮回当中又要犯罪 又要造一点功德 这两个相杂起来 那么获得得地的果位 也要很长时间 所以意思就是说 最好像我们 你受了菩萨戒以后 在相续当中最好是 很圆满的 很清净地受持 不要今天又犯一次 明天又犯一次 这样一来实际上确实是 你的相续当中 也有罪恶来染污着 染污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 这样以后始终得不到 你自己所向往的果位 因此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自己精进地 不能顺便今天又犯罪了 原来我们有一个小孩子 去五台山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小孩 他到现在 已经成了一个大法师了 当时鸽子也是特别小 然后我们去爬山的时候 他一会儿帽子掉了 哎呀 我的帽子又掉了 然后他一会儿 什么什么东西掉了 我的东西又掉了 然后他又下去去找 又上来的时候 小孩子比较快 比我们谁都快 他自己前面去了 到前面去了以后 又掉了一个东西 又下去了 这样我们也做一点功德 或者做一点善事 又想上去 又犯了罪 有你的相续 又开始低落下沉 这样以后 始终都是 到不到自己的目标 因此受了这样的 大乘菩萨戒以后 最好是三十三种 圆满菩提心 这一点对我们 每一个学习人来讲 应该说是 非常有利益的一件事情 好 今天学习到这里 别人能量入战 名生 本人在那里 仇 物费 关系 我们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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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